欢迎大家进入到光明网直播间 今天大家能看到了吗 如果网络没有问题的话告诉主播一下 这里是由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机指导 在这个光明网和咪咕文化联合主办 由咪咕直播独家播出的 知飞一增降新系列直播活动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孔盛人的故乡区负 都说这个区负有三宝 说是街雕泥山雁和碑铁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街雕的传习中心 带大家来验一下我们这个街木雕刻的这个文化 其实主播之前这个街木 就是其实它这个字是楷模的楷 然后但是这个在木头 就是这个植物的上面是念街 然后虽然这个木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但是街木雕刻 作为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单列出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记忆精湛 更重要的是它有这个丰富的文化内涵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街木雕刻的代表性传承人 同时也是山东省手工艺制作大师 楚德盛老师然后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街木雕刻 现在我们就是在我们楚老师这个街雕这个工作室的门口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老师在这个工作的过程 我们把镜头稍微翻转一下啊 我们现在就进到了这个里面 楚老师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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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到光阳直播讲 今天我们楚老师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区附的街木雕刻 来我们先看看我们店的盘口吧 好 这边我觉得先看看这块木头吧 下面这块 对对对对 这就是比较老的一块街木 这就是老的街木了 它应该有上千年的历史 有上千年的历史 这块木头就是孔林里的木头吗 就是比较以前孔林里的 因为现在是孔林里的是保护纹目的 嗯 因为已经是拿不到 这是黑鸟以前收藏了一块 但是这个真正的出材料就出不了什么材料 嗯 但是它的造型我很喜欢在这种文理啊 嗯 还是比较好的 哦 老师这下面这几块木头 都是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街木嘛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是一个香香木 刚才给大家介绍说 咱们这个街木 有这个网友问说 他打错字了 他打的是这个街道的街 其实应该不是对吧 楷模的楷 楷模的楷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多音质 它就专指这个街木 专指孔林里的一个树木 专指孔林里的一个树木 对对对 在那个初文节制 在这个怀篮纸上面 嗯 上面就有这个解释 有种说法 啊 那咱们这个街木雕刻 其实也跟这个孔子 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渊源 是啊 当然这个街木 它是孔子去世的时候 职工 在那个 他在外地经商吧 回来 回来比较晚 因为那个时候 孔子非常想念他 非常想念他的自己的地址 嗯 结果到 去世的时候 职工也没有回来 所以他内心比较内疚吧 嗯 然后在这个 对空的这个守墓的时候 嗯 在这个旁边只有一棵树 就是现在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街树 别的学生呢 在那守墓守了三年 嗯 那怕守了六年 嗯